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收看1月8号的百格大事迹 我是景龙 中国经历三年严格清零政策之后 今天国门大开 中国国民纷纷出游 多个主要的机场再度出现人潮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北京上海的国际机场清晨就出现三年来罕见的盛况 其中北京机场T3航下光是头等舱 就几乎每条登机通道都不满 那么随着中国边境大解封 我国今天也迎接来自于中国的航班 大马机场公司表示 今天有11趟来自中国的航班飞往吉隆坡 其中9个班机在KLIA主航站楼降落 另外2个则降落在KLIA2 预计下个星期开始 大马机场将平均每一天接收10趟来自于中国的航班 那么针对中国开放第一天的来马游客情况 大马入境旅游协会的署理会长梁伟红 今天下午在机场接待一批中国商务团来马之后 赞扬KLIA的入境柜台程序流畅和顺利 并且预料中国游客来马的高峰期 将会是在中国暑假期间 我们来跟进沙巴首长哈芝芝遭逼宫危机的事件 哈芝芝今天表明已经获得44名州议员的过半支持 而法定宣誓书SD已经在昨天交给了州人手敦珠哈 这意味着沙巴政府仍然稳固强大 将继续治理沙巴 另外一副首相阿姆扎西相信 通过他和首相安华以及哈芝芝近期的三方会面 能够找到解决沙巴当前政治危机的折衷方案 阿姆扎西希望各州尤其是沙巴 能够像联邦政府一样实现政治稳定 不要以报复心态来解决当前的危机 来到2023年 安华政府除了要搞好经济之外 也得面对在野党不时的抨击 像是中国游客入境的风险 猪肉价格管控 还有球球赛和周杰伦演唱会场地的课题 那么政治学者黄金发认为 国门如今能够任意批评团结政府的政策 是因为他不用提自己的政策 政府的政策只要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 就能够成为攻击对手的课题 在黄金发看来 国门现在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把团结政府变成另外一个西蒙1.0 让他被挨打到倒台 黄金发也说 团圆政府要脱困的最佳方式 不是找到最好的A方案 而是逼对手也提出B方案 在第15届全国大选当中 前公正党的副主席蔡天强 执意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巴都国席 当时候公正党的主席安华曾经表示 将开除他的党籍 因为他违反党义和指示 那么公正党距离委员会的主席陈一乔 接受新中日报电访的时候证实 公正党中央理事会昨天晚上一决 开除蔡天强 以及另外四个在第15届大选 和沙拉越州选擅自上阵的党员 陈一乔补充 预料会在明天1月9号致函 正式通知五人被开除党籍的决定 那么根据党章 被开除党籍的党员 可以在14天里头提出上诉 不过以独立人士或者是在其他政党旗帜下上阵选举 而遭到开除党籍的 基本上他们的上诉都会被驳回 因为党中央理事会此前已经做过这样的决定 马大教授阿王阿兹曼早前建议 马华应该和行动党合作 以在槟城和雪莱尔周选赢得协位 不过马华的副总会长郑联科 今天就博视了合作的可能性 郑联科在脸书指出 马华不会成为政治投机分子 也不会采用权宜之计 或者是政治机会来争权夺位 他强调 马华不会以谎言指责或诽谤来打击对手 接着又再为权力道歉和好 而目前马华就有两位国会议员 郑联科在文章中写道 马华必须从公正党过去败选经历当中吸取教训 公正党在2004年惨败只剩下一个议席 但今天公正党又重新的执政 准备结婚的穆斯林朋友可要注意了 根据阳光日报的报道 雪州伊斯兰教理事会主席阿多阿兹提醒 在国外包括泰国印尼等国家注册结婚 而且没有向雪州宗教局注册的夫妻 婚姻将不受到雪州伊斯兰教理事会承认 甚至会面临被罚款等问题 阿多阿兹也提醒那些没有注册结婚的夫妻 如果没有登记结婚的话 遗产分配将无法进行 日后他们的孩子结婚的时候也将遇到问题 最后感谢收看我们再会了